预期很多选手应该会更加偏好能够带这种天赋英雄 很多人就说上单这个版本 结果刺客版本一改以后上单坦克好强 都其实是因为这个天赋强 我们就看一下这一阶 其实全明星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这些明星选手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 卡特琳娜 哇卡特琳娜 这个英雄就是年轻人的英雄 就年轻人的英雄 卡特其实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懂 但这个英雄是你伤害很高 如果你上手快的话你是能上一波大分 因为对面都完全不会应对 他不知道你这个匕首会飞到哪 然后伤害为什么会这么夸张 但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年轻人的英雄 真的是 也名手快 这个版本的卡特我觉得非常适合全明星赛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玩法 现在就资格的版本 就是更新了很多这种新的一些资格的英雄 包括杰 这个版本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动 但是没人用 全明星赛不一定 今天NA的终端是比尔森 不一定不一定 刺客专精的选手 可以期待一下刺客专精类型的终端 那 XPK我是不期待他玩的 就我觉得他玩起来可能可以吸引对方 但是现在瑞兹和辛子拉这两个英雄就在比赛中的话太强势了 这两个英雄太强了 对 那现在放出来的东西也比较多了 全是妖怪 妖怪打野妖怪 狗仔 这些 老鼠 我把妖姬翻掉 就像刚刚 哲哥说的 这个英雄真的很变态 是的 他现在过分了 现在关键是他这个影子出现在地图上任意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就很容易把对方的干客给逼退 来保护着自己的队友 你还能够熟悉分辨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刚更新吧 可能很多就不大熟悉这个英雄的技能 最主要是现在妖姬他的兑现能力的话已经是近乎误解了 就基本上线上谁也不怕谁也打得过 现在这种版本大改 我觉得就作解说最痛苦 最痛苦就是作解说的 主要是6.23的版本测今天也是第一场 就基本上来说 6.23的比赛目前为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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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 所以这个东西 平常大家都只能从自己玩的经验来讲 这个对解说来说其实是比较比较考验的 这个一场就很头疼了 你到底拿什么这么多东西放出来 你狮子狗你不拿这个风险其实也蛮大的 就现在其实放在外面还有老鼠啊这样的英雄 这种时候我跟你讲一边拿个狮子狗一边拿个螳螂 EU对NA冰鱼火狮子打螳螂 这是我们之前聊到过的 打野现在就是在比赛当中最流行的 但他们没有选择说自己就想要的一些很秀 就可以自己开的 还是要赢 还是VL的比赛 哎是 这几个人打的有点有点认真啊 掏出翠绳了 掏出翠绳了 翠绳本来就不好说嘛 糟东西 看他怎么跟自己的AD和后排配合了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打蚕是真的厉害了 如果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真的是这个草丛能够起到的一些在选手当中一个战略意义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视野是整个游戏的核心之一嘛 他有草丛就相当于限制了一大部分的视野 这个是很夸张的 而且大家在上一次的大型赛事就是事业赛的时候 事业赛那个时候 呃翠绳不能玩嘛 所以最多只能玩到柯烈 大家看过一场柯烈整个选手组赛 这边是选择飞人之后 观众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啊 就想让他选对的 哎呀 还在换还在换还在换还不确定 波比是已经锁下来了 哎先选到发条啊 因为对面选这个打野之后 他想再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然后再选择打野 哎他直接是把这个比尔森的这个中单给拿下来 没有没有拿来counter 上单也拿了 所以他两个位置都不打算counter这一方 你发现没有他们两边从BP开始选择的英雄 和他们的选择速度来讲的话 就感觉他们两个队伍已经是在当比赛在打的 对是考虑了很多 就已经这不是这不是一场娱乐 非常非常认真 对说说都是很娱乐 然后打起来都很认真 感觉这已经一场负子局 对 就是这赛场的 我们刚刚说的排位赛场上都是负子局 都是负子局 打完就知道了 呃接下来是中单那个选择应对 呃我觉得比尔森这边拿出来 还是在整个十月份都在拳手组赛赛上 大方一彩的这个发条这个英雄 那就老牌子的英雄 而且还是特别稳 而且跟波比还是很好配合的这两个英雄 波比跟有一个英雄是最好配合的 那个英雄叫冰鸟 对 还有巨魔 这些英雄都很好配合 巨魔那个就稍微圆了一点 小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太坦 但是我不是说他长度 我说他宽度 啊 就冰强的话 就配合波比有点太过无解 比如说你选个打野波比 都带冰鸟 那个人只要一个闪现 逼动 对对 逼死 后手接Q和E 基本上是秒的 太坦和狐狸 太坦和狐狸 太坦也是一个浑身的控制 非常极度的适合巨像 有几个天赋 很强 但是如果说在比赛上的话 现在比较差一点也没有强 其实现在就是巨像它强 是强在团体 你要团体控制多 但单点控制上 你只能涨的一截盾 但是如果你是团控的话 可以涨很多 所以太坦这个英雄 你只有大招 不停地撞到人的时候才能够控得多 他的平A和Q 其实长的护盾不是很多 这边Doublelift 点出了一个维恩 其实也是他的招牌英雄 在维恩刚出的那个年代 我记得当时的年轻 还是年轻力壮小伙子的一个Doublelift 他的维恩确实是杀骗全世界 都没有找到太多敌手 那这个版本维恩有如此的强力 哎呦 竟然把Doublelift 留到第十首的Counted Pick 然后选了一个狮子狗出来了 这个是大家很想看到的 这个英雄他之前 我觉得今天刚看了他那个被动 他就是杀完人之后 有那个迭的那个骨齿项链 可惜这场看不到螳螂了 如果看到螳螂触发那个彩蛋的话 他最多可以加21加42%的一个额外攻击力 然后你就看到狮子狗七八百点AD 是 就摸一下这个ADC就没了 但这把其实狮子狗比较难的一点就是什么 他其实要杀到挖掘机 挖掘机一个英雄其实现在太难死了 对 就比以前还难死 有具象啊这些东西的话 对 特别如果你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比赛节奏的话 其实这一把就他不一定能够把这个被动全部叠起来了 是 而且为了叠被动的话你其实 就你的目标会有一点明显 我觉得尤其在比赛场上 就你在打排位自己在打排位的时候 比方说我剩下路或中路没杀过了 我下一个再去杀他嘛 肯定杀得到了 对对对 交全部的资源杀他有一定杀得到 但是比赛不是这样的 就你很明显你目标胜中路的时候 对方中路的防御会怎么样 你想也知道 穿出去 穿出去之后四名状态已经在那等好了 等你过来 这反制的反制的这个策略是比较容易被反制的 像这样的英雄在比赛场上是否能够像大家自己在家里打排位这么的无往不利 我们今天刚好给他验证一下 艾希杰拉 还是就是像蛇哥刚刚讲的比赛的套路 就是S6的那种感觉 对 没有说像我们大版本更新之后看到一些怪东西出来 唯一的变化就可能是在有巨像这个变动之后 对对好泰坦这个英雄 就是打起来可能不一样了 但是BP上的话好像差距并不是那么的大 但我整体还是觉得就跟着版本走的话 还是那个NA这边的阵容要好一点 嗯 哦 ADC老鼠 选的老鼠 哇这个大家最不想在天梯上看到的两三大英雄里面就占了两个 NA的阵容可以的 老鼠现在提到老鼠就要讲到现在伪装和潜行嘛 就伪装现在就是老鼠的Q是伪装 是他呃然后包括寡妇还有狮子狗的大招这三个伪装技能 就是你只要靠近人就能被看见 对所以老鼠现在偷人的力气是下降的 对 不过现在就像刚才所说的维恩他的隐形机制就很无解 你插眼是没有用的 插那个我觉得老鼠他的透露能力是增强的 其实就更多的你比如说就是 不是你不能从切脸的位置开始 他现在的隐身和异己就特别特别长对吧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位移的可以躲过眼的和这些地方可以变长 就你完全有比以前多三倍的时间去绕过你那个 就是自己的一个视野范围 对不对别人看到你一个视野范围 绕着对方的后面去其实都很容易的 对方的第一时间反制能力会强很多吗 好那么两边的英雄都选定了 我们刚刚我们的意见应该算一致吧 我们觉得NA这边的阵容选的比较版本强势一点 但实际上发挥起来又怎么样呢 但考量到考量到他们的选手都就是 比方说拿老鼠的大之兄大之兄还是值得信赖的 然后拿到狮子狗是Renova 确实也是一个积极进攻类型的选手 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操作应该是不需要给他们太多担心 但我其实比较担心是EU这边 XPK拿了一个狐狸 狐狸在这个版本真的不能说是特别强势的 这是已经好久没见了 我觉得NA打EU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他们打了30分钟是0比0 好上来先亮火队图标 这个图标好像最近已经可以买 是的你也可以在英雄联盟的商城里面购买这个图标 你也可以像选手一样在游戏中秀出你的图标 单杀一波亮个标打个问号这是打游戏最大的乐趣 我就在这边替大家广告一波了 上单两个人互相打了个照面 获比选用的是最新的魔法少女获比是吧 还是很常规的一字长舌症的 而且还帮忙打了一波广告显示一下皮肤特效 对回程也有一个地上的图标 好这边的话先是W消耗了一下啊 观众就已经安耐不住了 就摸了一下就已经快不行了 对 A了一下 感觉这个比以前那个猜眼的观众还要嗨 对 猜一个眼下面的观众就是疯狂吼叫 巴塞隆纳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城市 那边有一条街晚上9点过后就没有一个人不是醉汉 就整条街都是醉汉 懒巴大道 可能是看我们看比赛的话都是边喝着酒边看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巴塞隆纳那个就是西班牙人确实挺热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路这边的话 欧洲队先手poke了一下 而且包括像杰拉这样的英雄在一级的时候最好还是别惹他 他这个植物帮打再加上艾西两个人 这没有什么对抗性 是就上线的话这边可以看到两个人还是比较小心的 因为杰拉他这边有被动啊 知道两个人在吵你 其实这边就围装不了了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技术天赋 哇三个巨像 确实只要你带控制我就点巨像 主流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六级之后 狮子狗和发条都有大招之后 这一个combo会让就是像艾西这种没有位移英雄的ADC 非常痛苦就爆炸痛苦 不过我觉得就看配合了 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你开出来头上就亮灯嘛 所以不像以前那种跳法 以前确实狮子狗带球跳还蛮多人喜欢用的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得手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这个 被消耗炸了 老鼠家风女这个组合里面在对面 艾西一家这个杰拉 杰拉实在是难打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两个英雄就抗压吧 手到30分钟再说 是这个直接野区被包夹 没敢跳 直接闪顶给个一枚刮到 哎呀这个的话是解了一下空 一闪过来 好Q间弹回来 Q小卫移 再被Q一下 哇前地Q也没能Q死他 好气啊 好可惜 杰拉的那个异技能没有捆到 那燕扣斯是真的气啊 毕竟是三个包一个的话都没有杀掉 而且狐狸这边只有两枚啊 如果刚好有个三枚的话 其实这一幕可能就拿下了 确实真的 燕扣斯二枚抓人王 对 XV是脾气好 他带了个传送知道吧 他带个点燃的话 刚才就杀了 这其实一般你讲 你讲道理嘛打娱乐战 你带个传送 不大好 一直扶你 这边下落 正好爱希刚刚是触发了Q技能 打了一套很伤 不过自己这边换鞋 这两个被毒的够呛 关键是他们两个站在那个 新的那个毒翼的机制里面站久了 被叠满 是 老鼠的那个毒翼现在是变成 丢一滩过去 站上面会持续接 这边 盐扣斯这个绕费相当相当的不错 是 这一波是有一个虚弱的 等他们位置稍微出去一点点 然后直接绕后 这一波 准备上了 呃 主要是这个 挖击是没有闪现的 那直接闪现 他就没有办法 挺高一个辅助 避数了两个闪现 还不错 还行 下一波有有的高了 风女这边是 把虚弱给留着的啊 这一波感觉是没必要叫 就闪现你是必叫的 叫虚弱没用 而且下一波 杰拉的闪现翼 就很难防了 下一波如果大一再过来的话 啊这边有一个 国内观众朋友比较喜欢美帝啊 对啊 的确 哈哈哈 百分之八十 这个是我们感觉没有想到的 不过 说实在的啦 就是耳熟能详的这种 这种家喻户晓的明星选手 确实是北美多 欧洲来说的话 哎呃 这边捆了一下 又下路 下路又消耗了一波 大师兄这看起来有点惨淡 就继续刚才话题 就是说 欧洲的大家比较熟的明星选手 大概也就是XPK Froggen 然后还有像 SOAS这种就是国际友人 大家可能比较熟 但北美确实 大家交流出名字的选手是多的多了 S6的时候也是 北美的支持率高好像我记得 就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 开局第一场好像就是 G2打CLG嘛 嗯 然后就是CLG的支持率很高 然后当时是 是谁 是置换说哎呀 我觉得他们是对G2这个战队不了解 然后G2就被吊起来打 不过G2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他在那个 季中赛的时候表现太差 所以 所以G2就给大家一个很差的印象 也没办法 我觉得还是态度的问题吧 这个是内面词比赛大家就已经分析了 好 就是你会获得10点加美极10点加7% 你最大生命值这么多的护盾 而且是你的控制性的命中的时候周围有多少英雄就会乘以几倍 对 所以那盾为什么我们刚才再三强调说这个盾是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他是跟随周围的英雄的数量而成长 所以换句话说比方说随便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比方说像阿木木捆进去敌人阵中央之类的 你就比方说周围有4个英雄你的盾还会乘以4倍成长 对 就是像刚刚说的一个雪皮然后他打了一套控制这个灰盾就把自己的血撑满了 对 这种时候会很容易形成那种就是拓误预判 我只要往前再走一毫米我就可以杀掉他 但是他突然血满了 你再往前追一步反而就是你死 对 主要这是替代时光之力的 但我觉得现在那个盾的数值确实太高 又有点夸张 这边入侵野区利用新的这个野区的爆炸果实给弹走 哎 你搞得了 定住 这下直接接大招 波比轮锤子 啊 很可爱的把这个泰坦锤走了 这下还是可以的 是 然后这下的真的impact救援几时 要没impact的话这个人已经往生了 感觉狮子狗的这个人们发育历程有点艰辛 这个英雄确实是就前期的时候刷野也不是特别快 然后又又不是属于无伤的那种类型 快是蛮快的 但他不是无伤的那种类型 就是说 哦 这边直接大招拉回来 其实已经加满满多了 来看一下这边 给QW杀不掉 就不耗一下血 现在狮子狗他其实是有那个打野怪有回复的 他的W W可以回刚刚被野怪伤害过的血量 但你看 哇 追不到追不到追不到 对方也打果子给跑了 呜 盐口子这一波的入侵再度压制了Renova 这个狮子狗是什么套路 他这个装备是要 这直接做那个巨鹰九头蛇 狮子狗 狮子狗 狮子狗直接做巨鹰九头蛇吗 我觉得大冰锤应该不会吧 他是想打肉狮子狗 不会直接做个血手吧 这太过分了 这这个过分了 有点可能 这过分了 反正是对面雷克赛先掏出了一个提亚马特 他今天先 如果要出这个巨鹰九头蛇的话 我觉得他先出个提亚马特会 啊 要靠谱一点 对 哎 这边大高定住 感觉很重要 哎呀 然后对面风雨的闪现还没好 差一点点 成了这场比赛 第一个犧牲者 但是老鼠 魏装 来两个伪装 双隐身 打出闪现 被减速了 我过来很高又吓死了 这个被塔打到 他还是有点勉强了 而且这边辅助的 闪现还没交 这波雷克赛 雷克赛只有闪 他没捆到啊 没Q死这伤害 哎呦 打出一个治疗 这边的话就怕那个剑刮过去 就突然穿过去了 蹭到他 还是稳了一手 他实际上是没有刮到的 哎 过来又打一炮 背后再来一次 Q一下没Q到 还有一个隐身的来 没事疯女到了 这边死不了 发条 偷偷摸摸赶上来了 急走先开 博比给Q 哦这边其实感觉有点难跑了 感觉有点难跑啊 走到前面顶回来 这泰坦 哈哈 然后W挡住 不让泰坦勾墙壁 这话就倒地不起 这波的游走 比尚的时机掌握还蛮好 同时也因为知道对方挖掘机在下路嘛 那这边上路必定对方是没支援 而且狐狸刷线确实有点慢 在这个前期的情况下 发条刷线快太多了 哇大师兄这边好贪啊 刚刚就看到一丝血空蓝 然后回来还要继续脏搏线 就是不回家 是 你有没有梦想 富贵险中球嘛对吧 对方大冰键其实赚好了 这把可以看到 那个狮子狗是一个肉狮子 嗯 而且是那种巨肉无比的狮子 第二剑又买了一个红宝石 呃 讲不准真的要出 大冰锤吧 别吧 别吧 就如果这个大冰锤这把就是这个无敌的话 明天遍地都是大冰锤 哈哈哈哈 什么明天 我这三场讲完回家就来出一波 啊 其实补刀上还是马上就看出差距了 除了ADC这边 所有位置的补刀都是NA领先 而且领先还蛮多的 很奇怪啊 嗯 因为感觉节奏其实是EU比较主持 有来就来了 直接大招过来 我这个是先被带住 直接过去的 拉到两个人 再吹起 好的 全部被秒 套路还是老的好 是啊 这把可以有两个人可以带球 嗯 但现在可能这个版本老鼠的 老鼠带球太勉强了 太勉强了 对 但你可以带个球进去 然后 闪现走吗 哈哈哈 也不至于到这么勉强的程度 是 因为你讲的是那个吧 以前老鼠因为看不到嘛 贴上去还是看不到 所以可以潜水停 哎以前其实老鼠这个佩克发条的一个主牌非常经典 对 现在比较难 就现在狮子狗这个英雄如果是一旦崛起了的话 他的战略性意义会多了很多 好中塔也是拿了下来 这个狮子狗他即使你能看到 但他还是能够扑上来嘛 除非你有波比这种 可以挡得住 不然的话他是肯定会带着球飞进来的 但这一波其实干客的重点在于这个狮子狗是真的狠肉 扛塔扛了很多下 原来套路在这里是 早就打算好了 我要扛塔搞一波 先出点肉装扛一扛 配合这个比尔森这边就打一套combo 看一下就不回放 这边那要是出的不是肉装的话 这边早就早就挂了 其实距离也是刚刚好 我觉得就是艾希这个大招交的老了一些 他如果就不是那么急给到这个老鼠的话 把狮子定在塔下那至少是反杀的 刚刚其实可以看到 杰拉这边应该是有闪现的没有交 狮子跳脸你冰链定到他也W杰掉走了呀 其实都一样了 对他来说只是多一点点伤害 虽然NA现在的一个就是现在人头是领先的 但是经济却不领先 就相对可以看到老鼠这边的补刀是拉下了很多 线上的压力太大了 这点差距全部都在开启这边 他们从一级开始被压 压到现在这个钱是真的输的问题吧 在后期不都不说还是老鼠要藏你很多 特别在这个版本的话 一寸长一寸强嘛 是到后期真的藏那么一点点就厉害很多了 随着时间的增长会越来越长嘛 嗯 而且爱希的爆发在世界赛那个版本 薛过以后一直没有还回去 对 就他的那个Q技能的秒数薛过了以后 一直没有还他 就感觉 不想不想把他爆发调得更强 嗯这边一个又来了又来了又要带球 也没有给到机会啊 狐狸这边还是非常小心的 哎有大招了 狐狸还是比较有什么好 爱希 呃 哎之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好像不能用这个皮肤 还是 啊 你说原计划爱希吗 啊 因为他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大招跟他的那个一技能的那个 这个侦察的哎 又是同样的这一幕这一幕我见过 就来先给球赛减速要硬杀吧 好大招拉回来感觉要死了 其实拉到了一个最后面的位置 你拉到后面的后方的那个发条反正也没有办法把他拉进塔 没有你看到硬杀 苏老师有点气啊 怎么每年世界赛我都要被这样玩 哎 其实他平时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了哈哈哈 所以他就把选了一个泰坦是最明智的选择 就不管你把我怎么了 不管你是把我监竹吵杂我打成就那样啊 反正我之后出来放大招效果还是一样 是的 而且我的盾嘛 对吧 我的盾的数量只跟我的那个 只跟我的最大血量 还有敌方的数量有关系 虽然跟我等级有一点点关系 但每级才差10点无所谓 反正我9级加满了我也是5级嘛对吧 有点心疼 苏老师是假的 他每年都会这样针对 不你合到眉眼啊 然后对方上来以后确实是 一路从中路跑到上路点 那你也要问 走暗子必须要问问 哎 这边狮子又来了 哎 一个大招定住 直接闪现走 就要给大招 弹鞋 弹鞋两个之后交TP 波比锤子 哎呦 这个太坦很萌的在空中漫步 狐狸下来 这个应该追不上吧 是看到 魔法上你波比架了一个W之后 狐狸也没有办法在大招上前 所以这个肉狮子是有点恶心啊 你现在下来打打不动他血 然后自己一个解空走了 太稳了 真的是要大冰锤啊 这一局就是作为一个团战先机的一个主导者 然后佩克发条 然后老鼠这样的英雄 给大师兄一个特写 好 大招清兵 对 其实你看EU这边 有点老Fnatic的这个队伍的感觉啊 各种Fnatic选手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他真的 就是Sowaz刚才那样事情 其实真的要问问XPAK在干嘛 就是 为什么对方发条可以用跑的 用走的走到上路 还好多次这样弄我 两次走到上路 然后我中单为什么没告诉我 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XPAK说好兄弟我相信你 You can do it 非常非常非常奇怪 两个就没有交流 对啊 看我眼神形势 毕竟老队友了嘛 相信你这个默契 也有可能是XPAK给Sowaz说 就中路ミ死了 可能上来了 知道吧 他说没事我不会死 哈哈哈 对话说回来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也有可能 兄弟没事死不了 死不了 对 嗯 抱歉 这种节奏 这应该是排位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对话 对对对 大家兄弟上来 在收播兵 下路的苦日子已经过完了吗 看一下经济对比 哇这ADC差距真的蛮多了 1000多块钱 有点有点心疼 不过还行 后期总归是老鼠强 对 我现在要看啦 就他有没有机会 收个一到两波的话 应该就起飞了 收不到的话 目前战斗力 还是比不上对方 看什么时候翻身把歌唱 两边现在还是稍微 有一点点对发育的味道 但是 这边要过来 逼一下走位 又持一个坚定风采 这个 这三个人现在 目前为止的一个输出的话 要杀死一个纯肉装的波比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就你可能在 就下路是一塔的那个位置 就这个红四方 一塔的那个位置 可能都很难杀掉 就是他这个坚定风采 弹到对手 应该也可以给自己增加这个巨像的后盾的 好问题 我没测过 好问题 好问题 真的问的不错 真的问的好 就是这个不 他确实把对方给击退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 属不属于主动的控制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多讨论一下 呵呵呵 一只大剑 一只大零剑 赶紧把这个话题转移 中路这边赶紧要抱团 往前推一波 你知道 解说最怕被问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就说 嗯 真是个好问题 哎呦 你看这个肉狮子打不动的 是 这什么啊 还要闪现一 哎走位不住了 而且羞小跳 他是Q几人之后 立马触发了一个W的舞台 闪顶 哇 这个我必须要杀吗 哇 硬要杀 是 这边B23的话也是把AP给打残 看波比从下路冲过来啊 速度来不及来不及 感觉有点来不及 来不及来不及 老鼠 老鼠你刚才都在哪里逛街 你能不能告诉你 刚才都在哪里逛街 下路还啊 中路还追过来 老鼠这边 博比也闪现过强了 哇 这边Xpex也是闪现过强 保一下自己的队友 好像追不太到 是 这个两边打了那么久啊 只爆发了两个人头 一环一 这波交了几百个闪现 我看 NA交光 NA交了三个 在NA这边的话 其实兵线也不是很好啊 实际上他要推这个中度 我看一下 狐狸这边还在 狐狸的蓝量是比较见底了 但这波很难推了 哇 打到现在 你人头 总共NA这边五个 比尔森 302 这已经不错了 对 在这个EU和NA的一个节奏来讲的话 是不错的 发条这个时间段 它302的一个 加上不到 对 中后期那这个一个QW C位就要回家一趟了 危险性其实是真的蛮大的 尤其他的致命程度 又比狐狸还高 对 哦 在北美拿走小龙 那同时呢 欧洲对这里也是 赶紧上来打个下路线风 总归是不能吃亏了 你拿点东西我也要拿 这个下路线风应该会给它挖几机吧 看 看情况 这个 这个 不但是老将 SORAS的数据 不但是老将 而且还是猛将 他2016年总共打了 3000分钟的职业比赛 就其实已经是年纪挺大的这些选手 但是因为 没有人替补他 他是先发主力 所以 比赛打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年纪大嘛 但体力好 啊 呵呵 越老越有劲是吧 是 没来你喜欢这种 那没问题来了 啊 毛哥在有老婆的时候 交过几个女朋友 啊 哈哈哈 你这陷阱题是吧 我 还好没给你骗到 是的 哎哎哎哎 擦了个眼 啊来不及断 算了算了算了 来不及断 反正也打不死他 刚才已经试过 啊他是 他做了一个大腰带之后 没有做冰 大冰锤啊 是 做了个板甲 然后把这个紫语林拳套 一直放在手上 那你猜不透我 你猜我这个拳套 到底要做什么 他这个东西就是前期 因为他收益 可能比较高吧 而且他还是 堆叠型的道具嘛 所以稍微拿一会儿还可以 实际上的一个效果 其实到现在 现在为止看到 还是还不错啊 对 比想的好多了 对就 也许我们的 诶 以前又来了又来了 哇 闪现夺掉了 漂亮 我在后面差点 还挺极限的 后面这个他点躺枪 不过那个位置躺枪 应该也没关系了 那 Evormu的这个 这个闪现的动作也太快了 他是 箭已经射到里面上了 才闪现 然后这边再推一下 不过这两个 应该打不出什么结论 两个 不你们不会有结果的放弃吧 分手吧 勾到了其实也会被躺开吧 你们还是放弃吧 不要再纠缠 两个坦克也很好打 就你摸我一下 我摸你一下 摸来摸去也没什么效果 大家都是蛮血 是 而且再加上这个版本 大家都有巨像 永远都在 永远都在摸那层皮 我刚才看他们两个人身上都 就蹲着都打不破 对 很尴尬 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反包对方的动作 比尔森有点 比尔森太突浅了 周围没人 但他这个伤害 让对面有点慌 就是脆皮不敢往前走 雷克赛没有 没有过来之前 这三个脆皮 没有一个人敢往前走 好了兄弟你再不熟 你家二塔要出事 是 其实这一波其实卡的就非常不错啊 那边很难受 卡的蛮好 前面有一个杰拉 很难过来 但兵线没有了 大叔兄一个人在上路单带的很开心啊 大叔兄疯狂在补发育好了 还是差了40刀 这个 两边其实AD都是那种发育的 你非常强的选手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你40刀对80刀的时候 落后40刀很严重 100刀对200 是 比较好一些 比刚才那样 对比刚才那样 就是你前期落后的 就把你到的攻击 也不会拉开太多 对 就是怕你 很难追上来 对 就是怕你落后那段时间出事嘛 对 他的稳住的话就还行 现在 所以现在 WF的是一个环载的一个阶段啊 他现在慢慢的要把这个无尽和飓风做出来 他才有团单能力 飓风好了 无尽还差得远 对 其实现在老鼠的一个更多的 就节奏的话就加快了 就无尽加这个飓风 相对 其实现在幽梦的话 因为可能不加攻速了 对 就没有那么适合这个AD准动了 对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我上回上回 嗯 刚好在看一个朋友打 然后他就 开幽梦 他我我他好像在点塔的时候开了幽梦 是是是 然后我说 兄弟那现在不加攻速 这个 啊不加攻速了吗 这个其实 我看一下说明 就是不是 不是说他不知道说明了 因为我自己在打排位的时候 就是不自觉的 你在A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按这个幽梦 就习惯了 这么多赛季 他一直是加攻速的 这么多点来 他都加攻速 你在打buff A塔的时候就不自觉把这个幽梦开了 然后发现怎么没有反应 对 我也是这样在玩的时候 我边上那个朋友 现在幽梦不加攻速了 你还开他 很尴尬 是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这边狭路相逢 要不要摸一下 顶到 直接打成残血 有没有大招 直接锤死 对这个 这个也飞过来 扛不住 哇发现这个球阁的很好啊 太难 太难也太硬了吧 刚才都没打完啊 盾结束了 只要闪现 你看他这个盾一结束 然后发条蹭了一下 少一截 赶紧闪现 主要发条火力太强 而且发条刚才一直捏着 大招没丢 你其实再强的话 对面是五个人打你 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这边XV 又来 刚刚杀过辅助 没有轻松 他飞掉了 他可能就觉得 对方对方有两个这个 比如说像 狮子狗啊老鼠这样的英雄 这伤害的确蛮高的 觉得对方有几百个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 刚刚是老鼠在旁边吧 所以直接叫大家走的 心理战术啦 这也算是 还是比较稳的 主要是不交大被杀很丑 人家一定会问你 聘你问他有大不方 就各种就很丑 又来了又来了 一只剑 哇同一个位置 两剑都射不到 哎呦亮个对标好气啊 哈哈 帅是挺帅 就这种时候 老鼠上来老鼠上来 老鼠上来啊 没找到机会 大师兄 没有找到机会 他们还是想玩这种带球过人 嗯 好用吗 可能狮子不在身边吧 然后就想说那老鼠也行 将就一下 顶着用 来个了是跟 米西的下路 非常来说的话 前期打出了一个蛮好的压制 但是 热克斯从那以后 兵剑鱼鱼不中 哎又来 往前走 这两个人 靠近了 发条 可以啊 我觉得是 感觉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不刚刚可能发条这边的技能衔接有点稍微差一点 就是发条如果跟上的话说不定杀两个 对 其实这个发条和老鼠的配合就感觉 发条就是 呃怎么说呢 其实你 其实你并不是他最好 但是呢 就可以这样凑合的用一下 而且我觉得他改变了一个性质 就是说你老鼠原本是不希望 因为你是卫装的关系 你不希望靠人太近 但是如果发条跟你配合得当的话 其实你并不害怕靠上去那一下 反正是对方要闪现 对吧 这个闪现 庆祝了一下 应该是庆祝吧 很急 很急很急 急着要点那个龙 闪现赶路做视野 对啊这个确实是很高深的一招啊 想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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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学习一下 是我理解不够 那个 阿父母毕竟是辅助怪才嘛 嗯 这要考虑一下这些想法 可能是对对方施意嘲讽 哈哈 他的名言呢 我在查他的资料的时候 这说明是一个聪明的辅助 因为他知道这波团打完之后他们去打龙 就是他的镜 就镜头必然会切到他 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故意交一个闪现 然后故意 这样故意解说就会 对吧 让解说有点话说 对然后观众就故意就会觉得 哎这个人为什么原地交了个闪现 是这样的 阿父母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啊辅助真简单 因为他以前是他以前是打AD的 他最早进职业是打AD的 后来转辅助 然后他说啊辅助好简单 这边直接转线到中路四个推 感觉有点来不及防守啊 轻松拆掉 EU这边好像转线防守 总是有点慢 我也觉得 稍微有点慢 从现在一个比赛节奏来讲的话 感觉就是 NA他选择了一个更贴合版本的一个阵容 大招过来了 我看到看到一个太阳位 直接飞进去冲到三个人中间 瞬间被打成残血 但还没死啊 哇闪现走 我这都不死 这个是 哇闪顶两个 闪顶两个C位 风女大招 哇这风女要被秒 叫你刚才交闪现 这边叫你刚才交闪现 还行一波团打下来 一个人头 0换1 不能算多 让你刚刚放闪现嘲讽我 让你付出人头的代价 其实对手应该没看见 哈哈哈 他那应该是在对方视野外的事情 是 那这波其实 大招其实吹的效果也不好啊 没有吹到人 我觉得 把这波 我觉得 诶 这边应该是卡了一个视野 哇 一下子打成残血 打成残血 再一次就跳 要打死了 在自己的话没有 感觉没有地方跑了 还可以 太坦也黏到了 哎呦 继续绕走位 还是跑掉了 哇 不走上来 不走甲 好 现在已经有守护天使 老鼠老鼠老鼠 隐身过来 大招好了吗美好 有闪现的 W减速一下 减速到两个人 这边再A一下 闪现A 一级来组直接暴死 再用话再顶回一个太坦啊 感觉又是所有这边被弯坏了 肉是狠肉啊 实际上作用其实没有没有多大了 就是 XX这边成功被掩护的逃脱了 打了两轮啊 这一波团战是打了很久 这个是真爱啊 反正我已经死成这样了 没事我再死一次 XX你先走 问题不大 但是大龙这边怎么办 大龙的话有一波比还蛮肉 对面这样偷人的一个组合的话 你选择杰拉辅助 他是在五个人就是 全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冲了人堆当中 就找到了这个发条的位置 然后自己还没有被顶强 这个闪现交的是非常快的 再开始 这边是 这边是 秒掉了辅助卡了个视野吗 哦没有 是有视野的 还是 哇 一个QW2直接秒掉 这里再一个QW 这一波别人打的是帅啊 如果这个魅惑的话 再扭掉的话完美 嗯 如果跑掉的话 的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波比方他点的那一下也很不错 否则泰坦是必定要粘到他 就这么的活了下 很轻眼 然后后面那个波比 因为他闪现硬推 再敲Q 漂亮 老鼠赶到战场还挺及时的 哦这一波比尔森这个走位 真的是飘逸 而且一边走边反击 那个动作真的是 潇洒 是潇洒 这种时候难道不是应该亮一波对标 然后打个问号 感受一下游戏的最终奥义的乐趣 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 我看到每个买TSM制服的人 都是买那个比尔森的那一件 就我那个吧 圈里有很多人就 世界赛去北美的时候 就买那周边商品 买那个TSM的队服 我看了无一例外 所有人穿的都是比尔森 没有人想买别人的 这一局游戏我只想知道 这个狮子狗的V0之前 最后要喝什么 哈哈哈哈 诶是啊 猜一下吧猜一下吧 这个人就很过分 诶这边五个人 四个人卡在这边 一个卫虎没中 那植鱼人最有代表性的 就还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两个装 诶 学手直接开大 直接上来 大高地 哇打得飞快 对对面是知道他的位置 狮子狗已经开大了 而且 他被动的这个王板的被动也是 也是起来了 就一直用一个大刀逼着你 诶怎么办 直接带球 走飞过去打掉闪现 在比我身边没有交掉大招 要反打吗 泰坦这个位置好像是想反打 完了 Colin我觉得你今晚是睡不着了 因为我感觉他姿雨林之拳就这样放着 然后比赛就打完了 感觉是有什么眼泡呢 然后你今天晚上就睡不着觉 躺在床上 而且他这个打野刀也没有合 对 哎呀强迫症好气 我已经能够想象真的 躺在床上 然后盖着被子 然后接着脑中 就是那个姿雨林 波比只吹大招 泰坦被吹走这个姿势还是挺萌的 空中这个两个小短腿 灰啊灰 好 吹掉了中文高丽塔 前面波比顶着 波比你这样过分啊 爱是开Q色你 你都动都不动一下了 这个水晶能不能拿下 打掉了半条 水晶看起来蛮有可能可以拿到的 毕竟前面 大招 进到了风雨 翻到后面的辅助了 这边雷克赛到后排 狐狸进来秒掉老鼠 爱心前面疯狂输出 但是波比扛了好久 这一种团队是真的 闪顶比尔森 这边又是一个大招 哇所有技能我们比尔森脸上扔 比尔森还是被秒了 是的 这边比尔森的话大招都没有开出来 球阵在天空中飞舞啊 直接被带走 这波反击打的还比较活动 我觉得刚刚NN打的比较随便 因为前面那个地方不是在说嘛 有点过分这个波比 对就是那个坦克有点过分啊 这个你是满硬的 但你不能站着给人家AD开Q式啊 这什么 其实讲到你他们这种阵型 已经保证的很好了 XPG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找到一个机会切到老鼠 这个是满硬的 这个很关键 治不容易 表示你得胆子大 像对面像波比 然后风雨这样的英雄 就保护的情况下 是一个狐狸 你R过去的话 可能波比一个达会都会把你的 对 这边事实上来被套虚弱 好弱啊 打不伤害 真的有 一个W剪扣往前追 方 风雨开一大招 在索位子这边是一个 TP了TP了 扣在这里也没办法 波比 直接过来 找谁 我刀采 直接打断了这个挖球技的一技能 又顶到墙上 细节非常不错 你看这个 虽然 参赛的时候被教训的 有点惨单 在这个场子上面 看起来是超过最好的 空蓝的C位 直接开达 哇哇 天哪 天哪 独立收掉了对方双C 真的不愧是大师兄啊 我刚才这两下 其实没有特别意外 就感觉老鼠杀人是 大师兄 你别在座位上扭动 你刚才看到 右下角那个选手 他在座位上扭动 就是主要是他刚刚那个震撼 就在他能射这么远 啊 那个刚才已经闪到很远的 艾希 都被他射死了 又来又来了 很累又又过分了 直接开大招 你知道塔在哪里 解控感情分 哇阿闪 阿闪 失误了 失误没定到人 稍微转了一点点 所以我这边又解控了 虽然还有春哥 哇 回头的话 这边是一个救助 这边是一个救助 回了一口血 这边的话 五个人依然坚挺 还是没有死人 春哥都没有打掉 那边的话 是相对肚子交出了春哥 大招过来 还没幼稚一剑 在这一剑感觉 这边是要射到风雨的 这个波比长了 腰比较酥 后面一个狐狸 哇 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 再打出一个春哥 没找老鼠 没找老鼠 没有狐狸的话 没有反打 这一个拉招过来 这边被反打了 闪现必通 哎呀 这边往后的一个闪现的话 是灰火没有出来 这边到走位 绕掉了一几人 那老鼠这边要点死辅助了 拿到了double kill 然后波比还在追雷格带 雷格带掉头往上走 再看老鼠的位置 老鼠带了一个卫装 哎呦 是挖过去 身上是有闪现的 哎 艾希哥老鼠对点 哇 哈哈哈 哎这边疯狂的a眼 大招兄弟有点过分啊 现在这个版本a眼不回血了 不然的话 可以回大捷 那刚刚其实他可以a到那个 对对对对 他点地板 他点地板 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的射程明显是射得到外接机 对雷格带过来 二级再挖回来 鸡上一滩独一 波比顶一下 没有顶到墙 开着坚定风采 泰坦也就不想上了 老鼠 来来回回的在人情当中 没有 那波比已经打了200年的还站在那 还很坚挺 是真的可怕 很怪 这个版本真的是上单 多控制的纯坦克太可怕了 打倒泰坦测测的过程 小走位 狐狸是一个TP到后过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立马是把后排直接切了个半 先杀比尔森 然后打出狮子狗的春哥 再杀疯女 相当于杀三个 对 xv 这个选手的话 的确是在这种就团战的一个嗅觉啊 包括他 对于在这种混乱当中的一个技能控制 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他对于 但后续这一段追的之后就有点没屁啊 没屁啊 对 一个闪现顶墙以后是连续导致队有多人上升 这就好像你在凌处别人在暗处 这没办法是 哦大师兄做了个很炫酷的手势 对对方 啊 有一种这种感觉 是吧 挑衅一波 我们来看 这边先把螃蟹给打了 这个还得顿重版本 老鼠你不选 不办 有点没到你 五手才选个老鼠 如果是排位的话 一二强就已经强破头了 对 狮子这边合了一个军团盾 好硬的狮子 我就不合这个子羽林之拳 我就不让你睡 Colin 想睡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他其实有这个狮子狗这个被动存在 他就算纯肉装 你可以看到他刚刚数据也很高 现在都是百分比的这个攻击力加成 是的 他其实真的身上没什么AD 就一个子羽林拳套的这个AD吗 他要留到最后一节装备再出 听到我们说话了 到时候万一他把这个卖了怎么办 他卖掉换一个装备怎么办 那就算了 就有点过分了 那就算了 这个人就真的就是 他只是想买个手套 可能天性冷 不带手套手套 可能以后我都拒绝看他的比赛 雷赛被瞬间打出这个双克甲 太高了 老鼠这个伤害 刚刚这边风雨还出了一个低队先驱 我老鼠制刚刚一摆的暴击机 一个大招拉回来 哇 吃了瞬间被瞄 空中倒进 剩两个C位 应该是痛到不了奇迹了 雷赛来嘴不行了 两个对标 两个对标 一下平A直接收掉 好痛啊 哎呦 恭喜NA了 而且NA这边就打的整个 感觉是娱乐赛嘛 但是打的很稳其实 看不到这个直接零手套 哈哈哈 还好他没有卖掉 未解之谜 未解之谜